你好 欢迎收看11月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花莲县议会4号上午进行二三读会 议长张俊相当错表示 花莲县财政结局 议员要求县府合理分配宗教预算 但是今天县府却动员各宗教团体来到议会施压 议长张俊代表花莲县议会表示抗议 而民政处未对议员进行预算的说明 并忽视花莲县议会的监督责任 民政处长遭到轰出 4号上午花莲县议会进行 宪府议算二三读会 议长张俊相当错愕表示 花莲县的财政结局 今天宪府却动员各宗教团体来到议会施压 议长张俊代表花莲县议会表示抗议 非常的错愕 我们花莲县议会要省这个议算 明年度的议算 竟然动员这些忠孝团体 要来好像拿着一把刀架着花莲县议会 跟省议算 我们各位中校媒体好朋友 本县财政结局 议员要求县议算合理分配 这是花莲县议会的职责所在 那也是合法的审议程序 那今天花莲县政府把各位动员过来 但我们花莲县就非常作恶 本席代表花莲县议会 就是抗议员非常 本席非常生气 那林金武处长 昨天我怎么交代你们 站起来 我说跟议员每一个每一个沟通协调 你竟然跳舞员 出去 免账出的议算不选 出去 把花莲县议会当做什么 花莲县议会这么变安 省议算都不行 张俊指出花莲县财政结局 议员是合法审议 要求县府议算合理分配 是议会的职责所在 也是合法审议程序 但是今天花莲县政府 把各寺庙人员 动员到议会 而这样的动作 让议会非常的错愕 整个僵局到审查最后 才在议员李秋旺等人的协调之下 议长宣布 下周一在审查 民政处的预算 记者林杰 花莲县市采访报道